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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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王公小咪Hunter 宋肉粽呢是彰化一個非常著名的習俗 這一種宋薩儀是從福建泉州傳過來的 他們是為了尊重往生者 不直接稱那些上吊往生之人叫 吊屍鬼 而是以像肉粽一樣串一串的樣子來暗喻 所以才叫做送肉粽 那每一次呢在彰化就是非常的特別 只要有人上吊的時候 當地的廟宇就會集合 然後舉辦法會 開始進行送肉粽這個儀式 儀式通常都在晚上9點之後開始 廟方的人員呢就會在各個路口 或是鄉村的公告 甚至是網路上 貼說他們今晚要送肉粽 然後把低點標示出來 告訴大家不要靠近那個地方 通常設置的字樣都是 寄送迴避千優法式盡情改道等等的路標 所以呢當地人通常看到這樣的字眼 或是在網路上看到這樣的資訊的時候 通常當天都會特別的迴避送肉粽的路段 因為有一個傳聞 就是據說如果你目睹了送肉粽的這個隊伍的話 那你就必須跟著他走完 如果沒有走完的話 那你很有可能就會 耍掉 更嚴重的話 你可能會成為下一個 肉粽 天 所以每次有送肉粽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很常會接二連三好幾天 舉辦這個法會 甚至這個東西也被拍出來 拍成電影 對那我今天呢 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簡單 我自己非常的好奇 送肉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在網路上找了一個送肉粽的路線 我們要實地的從起點走到那個終點 來看看他們送肉粽的整個路線到底是什麼樣的 對所以呢我這邊就找了一個 2019年的送肉粽路線 那個往生者是一名年輕的男子 在彰化人的社傳中 有提到這次的路線是從和樂路 然後行經下禮路 知情再右轉到翻亞溝的提案 然後一路從提案邊開送到海邊 然後舉行法會把它劃掉這樣子 文內有貼心的提醒 如果不知情的人看到的話 其實這也不用太擔心 只要去廟裡面走走就好 不知者無罪 對不知者無罪 所以看我影片的大家也不用擔心 我們今天並沒有真的有這種法會 我們只是要模擬這個路線 對帶大家走一遭看看 送肉粽的路線到底是怎麼樣 今天呢我們的路線就是這個 我們已經找好了 對我們會一路從這個地方 然後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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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海邊 好OK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現在呢就在起點 當時送肉粽的路線呢 它就是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我們的和樂路 然後我們現在就往前出發 沿著那個送肉粽的路線 我們已經設定好 行經和樂路 然後行經下禮路 然後左轉遇到斑亞溝 然後一路走走到海邊 好那我們就出發 摸壹那個送肉粽的路線看看 Let's go 對其實可以發現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突然區 所以他們都會在貼告示 就是告訴大家說 必須要遠離這個地方 以免附近的人不小心看到 這樣子 然後他們是向右轉 現在走進一條小巷 對其實還蠻酷的 因為會走到這種小巷 我覺得還是因為他們送肉粽的隊伍 通常都陣仗蠻大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 一些神明 疾痛啊 生命之類的 對 然後會跟著走 也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們上網看了很多送肉粽的路線 不是每一個都像我們這個 這樣子那麼近 有的是二十幾公里對不對 開車可能要四十分鐘左右 非常非常的遠 我們剛好是挑一個2019年 我們認為最近的 這裡給我一個小廟 好酷喔 一機組 香味 對 我們現在繼續直走 然後前面左轉 就到第一個 他們說行進的點 夏里 左轉 好 我們現在到的這裡就是 夏里路 夏里路呢 一直直走 走到帆亞溝 然後再右轉 就可以抵達溫載魚市 他們如果是這樣子 在晚上十一二點的時候走這種路 然後舉辦那種法會 是不是其實會吵到杜明 嗯 因為外面聽起來是還蠻安定的 先進了一個工業區 遇到了第一個人 其實這裡是不太會遇到人的 這活動好像不太好 不太會超過十二點 我們現在前面就到那個 我們的帆亞溝 帆亞溝又走來了 現在基本上呢 就是沿著這個路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就會通往出海口 這一次呢 會模擬這個路線 其實純粹也是因為 我們也都沒有親眼見識過 送肉粽這種 他們正在進行的樣子 江脈其實雖然我說那麼多 都市傳說但是 也還是真的不太敢去 真的去跟著這個隊伍看看 因為他真的有非常多可怕的傳聞 所以我們這次就先模擬這個路線 我們到了溫載魚市 我在想他們應該是在這個漁港 附近的某一處 然後在那邊進行這個法會 我們也下去看看 找到一塊空壁 然後呢我們在那邊 用蠟燭做一個 召喚的儀式 有個狗 一直在擬住我們胸 蛤? 正假上面 哪裡? 哪裡? 是人嗎? 我們已經到了 這一塊空壁 我們認為這邊應該就是他們 最有可能進行 送肉粽的儀式的地方 那剛好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國也沒有跟過來 那我們就 在這邊 對那個傳說看看 好 Let's go! 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我們要對這個 召喚的儀式呢 我們要在地板這邊 點蠟燭 聽聽說 spirit to the day rise up get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you get 並且拍一張照看看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會不會有東西 那我們就在這邊 點起蠟燭 對我們點好這個蠟燭 然後對著這個海港前面 念咒語 3 2 1 spirit to the day rise up again back to the place where you began 好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蠟燭旁邊 拍一張 看能不能拍照 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改的時間啦 這次在彰化送肉粽這個地方拍的照片呢 我個人是看不太出來有什麼異狀 不過我也會把它放在我的FB粉絲圈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這次實際走訪 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因為送肉粽這個傳聞 應該是很多的台灣人都有聽過 但是大多數應該也是都沒有見過他的面目 所以即使這次只是很淺薄的 去他實際走訪的地點走看看 會覺得是非常酷 對那我前面好像也沒有太多的講到他的流程 那我現在也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送肉粽的儀式呢 通常是舉辦在往生者出兵的前一天晚上 那一開始呢 會在往生者遺體發現的地方進行開場儀式 那到早會以跳鐘葵作為開場 把往生者親身用的繩結給打開 象徵著解脫 並把往生使用到的繩子、梯子等等物品 一併帶到海邊燒掉 前路他們會不停的放鞭炮殺你 而在隊伍的最後面也會有兩個掃把不停的掃 一路掃到海邊象徵掃煞 那道長也會在經過的住家門口貼上符咒 一位當地的居民們打煞 對這就是一個大概的簡單過程 那至於他們還有很多很詳細的術理 我在這裡就不追溯了 而我這次影片去到這個地方 彰化的和美鎮呢 其實算是送肉粽最有名的一個地點 因為這裡有發生了一些非常有名的事件 對我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一開始去的那個和樂路那邊 附近其實有一個德美公園 在2009年的8月左右 和美鎮公所在這個德美公園附近的圓環 設立了一個織女像 身上一條條的絲帶就是象徵著和美鎮職業的繁榮 但是呢當地的居民都一致認為 這個織女像是一個不祥的象徵 因為就在這個雕像設立不到的兩個月內 就連續發生了五起重肉粽事件 一次是在9月7號的時候 一個獨居老人在家中上吊 沒過多久 又有一名19歲的年輕少女 以同樣的方式自殺 但是到了第三起的時候 是一名外籍移工 就在德美公園內的大樹 上吊自殺身亡 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那一名織女像 她手指的位置 正好就是德美公園 而且也沒過幾天 就在這個德美公園 又發生了第四起的上吊自殺密 那是一名中年婦女 接著直到10月13號 又有另外一名婦女 也在家中 上吊自殺身亡 對就是這樣子 短短的兩個月內 就發生了連續五起 送肉粽的事件 所以當地人都大力的反彈 認為是這個子女像 給他們帶來的厄運 不過最後這個子女像 雖然是拆除了 送肉粽這個事件 每年其實都還是會 層出不窮的發生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大家的喜歡 謝謝大叔 紅狗 我們下次見囉 Bye Kate's Creators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造者 打造的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Kate的話 就下載 Hummy Video App 進入Kateboard公館吧